如今是一个明星崇拜的时代,网红遍地的时代。 而这个90后女孩,她明明有赛过明星的容颜,完全可以靠脸蛋吃饭。 但她偏偏靠自己的智慧打拼,堪称中国如今最美丽的女科学家。 她18岁留学英国,22岁获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,25岁牛津大学博士毕业。 她拒绝剑桥给出的百万年薪。 毅然选择回国,她学术成就辉煌,而且其科研领域并非很抽象的理性研究,而是有相当实用性,可以直接汇集百姓。 可她却少有人知,她就是最美女科学家刘明珍,那么她现在怎么样了呢? 1990年5月17日,刘明珍出生在美丽的山城重庆。 自小在巴山属水中成长的刘明珍,有着清新脱俗的容颜。 她父母到底是做什么的,至今网络上没有任何爆料。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,父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,从小父母着重培养女儿的学习习,并不会刻意去督促女儿学习。 而刘明珍从小聪慧绝伦,不用家长操太多心,小学到初中成绩都非常优异。 2005年7月,刘明珍考入了重庆一中,这是重庆最好的高中之一。 在上高中时,她对英语产生了极大兴趣。 那时候她就在自己的一本书的《非夜》上写下这样一句自免的话,努力奋斗上剑桥。 那时有这样野心的学生,可不多但性格好强的她却说,路是自己的走哪条,怎么走都有理由,但走在这条路上就得有理想有追求。 为了自己定下的目标,刘明珍努力学习。 18岁,成绩优异的她获得了出国读书的机会,但很可惜,她与自己梦寐以求的学校失之交臂。 但也考上了一所十分不错的名校,布里斯托大学,是英国著名的六所红砖大学之一。 这位天才少女终于走出巴山属水,来到了梦想的英格兰。 她特意去了一趟剑桥大学,在剑桥,她感受到了别样的异国风情,以及剑桥提倡后继勃发。 反对急功近利的教育理念,她考剑桥的梦想越来越跟深蒂固。 来到英国,刘明珍还是面临着不小的挑战, 她要自己料理、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,文化差异与陌生国度所带来的孤独感,也时常涌上她的心头。 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,刘明珍已经完全喜欢上了在英国读书的氛围。 作为知名学府,布里斯托大学里,也是集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精英学。 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,刘明珍在尽力适应的同时,也没有落下自己的学业。 中国国内的应试教育,的确能培养出很多优秀的理论学子,但学生们的动手实操能力就稍有逊色了。 初次面对复杂的实验课程,她也有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吃力感, 但刘明珍也没有多想,什么不会就学,不懂,就问,这样什么都能会。 这位美丽的重庆女孩,充分发挥了自己争强好胜的本事。 她不愿输于他人,每天最早到教室上完课,你就只能在图书馆,自习室,实验室中找到她了。 她的学霸风格一路延续,在大逸结束的时候。 刘明珍就获得了布里斯托大学,照顾五奖学金,此后更是年年都是全系成绩第一,为中国人争了光。 2011年7月,刘明珍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本科毕业,之后她被该校保送到了剑桥大学攻读硕士。 在刘明珍看来,她终于圆梦了,来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高校学习。 这对刘明珍来说,极大促进了她的自信心。 在剑桥大学里,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孩,是个超级学霸,她心无旁骛,一门心思搞学问。 仅用了一年时间,就获得了剑桥大学荣誉硕士学位,而这个时候她才22岁。 之后她又进入英国牛津大学,光电光伏研究中心攻读博士。 攻读博士期间,刘明珍以新型太阳能电池为研究核心,研究对象涉及材料学,光电学,电子器件等方面。 主攻以鲁化物,钙钙矿材料为核心的太阳能器件,并取得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。 2013年,刘明珍读博士的第二年,就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《自然正刊》上发表了, 关于钙钙矿太阳能电池制备工艺的论文。 她的论文内容为钙钙矿太阳能电池的科学研究打开了全新的大门, 开启了钙钙矿电池从民化机制向抑制节机制的新阶段。 刘明珍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一位,在自然上发表论文的女学者。 刘明珍在读博期间表现的确优秀,因为能在自然上发文的都是学术牛人。 靠着这篇重量级的论文,刘明珍也解用了两年半的时间,就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。 2015年3月份,25岁的刘明珍就已经是一个物理学博士毕业生了, 这时的她早已经在英国学术界和世界科技圈小有名气了。 她收到了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发来的邀请, 更有当她年少时,梦想的学校见桥,向她发出邀请,并开出百万年薪。 这样一位肯定能在光能发电领域中,做出优异成绩和贡献的年轻学者。 哪个国家不想要呢?人生苦短,科学无限。 无数同学劝说明珍留在科研条件更好的英国,以完美发挥自己的价值。 而刘明珍并没有有犹豫,她用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名言作为答案,科学无国界。 但科学家有国界。 她手握一项可以造福国民,带领国家走向更远方的研究项目,她怎么能甘心拱手出让于他国呢? 所以最终刘明珍还是回到了中国。 回国后,刘明珍就收到了国内多所知名大学的邀请,最终她选择到西部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任职。 2015年10月,回到四川成都的刘明珍接受邀请,正式签订协议,到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工作,成为了该大学的一名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。 刘明珍表示,国家提出的青年人才政策也是她选择回国的一个动力。 国家会保障学者回国后迅速开展先前的工作,给研究人支撑现在非常多的海外学子,都把回国当作自己的一个首要选择。 国家已经做出了努力,那中国人没道理不做出回应,毕竟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华儿女。 回到电子科技大学后,刘明珍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超顶尖的实验室,可是这在国内很少见。 刚开始,只有刘明珍和另外两个同学在一起工作。 由于实验室由刘明珍主导,则需要自己从头跟到尾,经常要12点到1点左右下班。 刘明珍的专业太阳能电池是近些年的热门专业,中国随着发展所需的电力能源越来越多,将永不枯竭的太阳能转换为电能,就是大势所趋。 收集太阳能事件难事,但刘明珍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,发明出来的电池成本低,功率大,收集率从原来的4%变到24%,足以看出刘明珍的确有真材实干。 2016年,刘明珍牵头成立了应用化学研究中心,使学校化学与材料、能源、电子等热点方向强强联合,并入选了第12批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,也让电子科技大学化学学科成功进入全国高校排名前1%。 2018年,28岁的刘明珍升任了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的副院长,自此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大学女副院长。 刘明珍的事迹在网上被大量报道后,有不少网友发酸地说,刘明珍的成就有一部分是她的后台推动的。 他们说电子科技大学的前校长刘胜刚是刘明珍的爷爷,没有这位老爷子的推动,刘明珍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就当了副院长。 不得不说,刘明珍的优秀和领域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,国家不会因为一位学校的前校长便把人吹捧上天,成绩不会欺骗你。 踏踏实实做人最重要,就在前几天,2021年5月30日引发广泛讨论的电子科大90后副院长刘明珍,此番以基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,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。 如今31岁的刘明珍还是单身艺人,她将自己的经历全都放在了学术上。 作为博士生导师的她,经常会带一些博士生,而很多她的博士生甚至要比她的年纪还要大。 在与学生的相处中,刘明珍为人低调谦和,从不摆架子。 听闻自己的学生过生日,她会送上自己的小诗一首,激励他们。 光阴所至,未来所在,切莫虚度青春好时光。 课堂上,她是智慧博学的刘教授,生活中她是和学生们打成一片的美女姐姐。 在她看来,青年一代的人们享受到了足够多的家庭资源,社会资源和国家资源。 这样的一群人,不能算是一个简单的个体,因为他们终会成为国家的中间力量、责任者,为社会和国家多做一些事情,使中间责任者的使命不容推卸。 改革开放以来,有超过300万留学生学成回国,奋斗在各行各业,成为国家建设的中间力量。 他们比起那些说美国空气香甜的精英们、戏子们,墙上百倍。